我发现其实他回国找工作 找与金融相关的不好找 有一个原因 我们有一种惯有思维 在国内无论是做金融 还是做医生 都至少是硕士以上的学位 对 所以说我也是在跟家人商量 是看一下是考一些国内的这种 那你还来应聘干什么 你读硕士 但是我其实读硕士 我是想其实就找一份工作 想练一下自己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 然后去挣够这笔钱 挣这笔钱读书 对 好样的 来看看他的背景资料 这两张的话 是当时学专业课的时候 一个图的分析和方言管理 就是你的成绩达到A之后 学校才会颁发给你这个证书 这是那两门课 就是稍微算是我们的杀手课吧 然后就拿到了 然后这些的话 是我当时的一些生活 每年都会回到旧家庭 过一些圣诞节 就会去看望他们 然后也会有变化联系 你要求薪资多少 七千八千就可以 到底七千还是八千 八千 有地域限制吗 就北京 上海 苏州 杭州都可以 除了金融岗位之外 别的干吗 别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旅游方面的 因为平时这些旅游 雨探险什么的 我并没有看那些 什么旅游规划 全都是我通过一些谷歌地图 然后会自己规划 五天到十天的这种行程 那你这转向可就转得太大 金融转 旅游 我觉得各方面都要去做 就是金融 你是不是现在比较急 还行 也不能说太急 那留着那我问你 你的小伙伴们 比如你的同学 你上几届的人 现在回国找工作 都找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好不好找工作 他们前两年回来的 还是比较好找的 那现在就不怎么好找了 是吗 对 就是有一些的话 也是在上海的一些公司 你如果没有出国 在国内选一所 更好的大学的话 是不是不会遇到这个困境 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在国内读研究生 会非常好 因为那些导师 他会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 算是领头人 怎么没读呢 目前的话是在考虑 是继续去国外读 还是说就是说 通过一下全国统一考试 参加一下全国的考试 这个话题其实现在挺普遍的 就是 对啊 就是尤其是十几年前 海归 海归很强 很强手的 对 最近这几年呈现了一种 海归也不是太容易找工作 不是其实 是不是国内的这个本科的 真龙的还容易找工作一些呢 我觉得原来呢 是我们各个企业对海归不了解 给它了特殊的代价 我觉得现在倒是公平了 不不不 这个海归啊 其实如果你的这个能力强 或者是你在国外的经历 比较真正的丰富 其实还是会被企业很看重的 就是这个海归啊 现在是这样 有一种我们叫小海归 有一种叫大海归 所以小海归呢 就像你这样 你在这个学校里头呢 就读了个本科 然后你呢 也没有在国外的企业里头 有真正的实际的这样的经验 然后你就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的这个实力没有建成 但是那种大海归 我讲的所谓大海归的话 一个是要么你在名校里头 你在从事 就是跟非常好的这种教授 对吧 你很好的专业 那么你的这个实力建立在那 这是一种 另外还要在国外的这个 这种比较知名的公司里边 有过工作经历 这种人回来的话 一定是大家是抢的 所以不管是原来也好 现在也好 都是这样 但是像你这种 可能在国内那个时候 高考觉得有点困难 对吧 所以我到国外去 对吧 反正花钱我就能上学 然后你想回来说 我肚离成精 我就能找到一个工作 这不大现实 所以这种肯定找不到工作 可能他不了解 新西兰具体的市场经济 那边的话 只有440万的人口 本身来说 进入市场就非常小 而且平常的话 那些shopping mall啊 或者什么的 他那些银行分支 就只有一个 而且柜台就只有 三四个人 然后你 就是你在读大学的时候 你连一个实习车就很难去应聘 所以说你只能先 兼职一些其他工作 因为我只能当时 就是自己靠自己 去研究了一些外汇啊 这种 就是相当于提升了一下 自己的附加技能 总而言之 像他这样回国之后 来去做销售 一定不是他父母 当初把他送出国的初衷 不是说去国外之后 回来就能怎样怎样 而是应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对 你也别以为你出去 留了学 回来就能怎样怎样 你如今碰到的困境 不是你一个人 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小伙子挺好的 他没有把自己 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来落空自己 所以他今天 甚至还选择去做旅游 我本来认为 这是一个毫无厘头的事情 后来我觉得 他要先吃饭呢 他该生存下来 这不对吗 这当然是对的呀 这叫接地气呀 难道还宁愿自己 宁高不下吗